大家好 上一讲中我们介绍了系动词SR的简单用法 这一节课我们接着讲系动词SR 通过一些例句来加深对SR这个系动词的理解 上一讲中我们讲过 当直接与形容词联用时 需要照顾到性数搭配 这个时候和写生词住的样子是一样的 比如 我很高兴 这个形容词可以看出来 说话人我是男的 我很高兴 从contenta可以看出来说话人这个我是女的 我是意大利人 sono italiano 从意大利亚能可以看出来 我说话人是男的 espanola 他是西班牙人 从spanola可以看出来这个她是女的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讲的内容 现在我沿着这个思路 往下接着说 当我说我是什么国家 再往下说 如果我要说我是北京人怎么说 我是北京人 往往不用beginese这个词 往往用 di begino 有同学马上就能想到了 di begino 用北京这个名词 来修饰宪定我 我是北京人 就是我是北京的 用北京来修饰宪定我 sono di begino sono di begino 我是北京人 lui è di Roma 他是罗马人 lor sono di Shanghai 他们是上海人 用上海来修饰宪定lor 现在请问 如果将这些句子中的这个城市 像北京 begino roma Shanghai 话线部分提问 问 是哪里人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加上特殊疑问词 dove 哪里 然后将特殊疑问词提前 语音语一样 特殊疑问词提前时 如果特殊疑问词的前面有前置词 一般也要将前置词一起提前 sono di begino begino 画线部分提问 把begino 替换成相应的特殊疑问词 sono di dove di dove提前 问 你是哪里人 di dove sei di dove sei 一问一答 你是哪里人 di dove sei i yo sono di begino 我是北京人 像这样子的画线部分提问的练习 就是将乘数据的某一部分变成未知 通过特殊疑问词把它问出来 实际上就相当于数学中的等式变成含有x的方程 句子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 只是以知部分变成了未知 进行求解 换句话说 一般一问句 也就是回答是或者否的问句 就相当于是选择题 sono di italiano 我是意大利人 sei di italiano 你是意大利人吗 在意大利语中直接把陈述句 句号改问号就变成了一句 选择题 变成了一句 一般一问句 相当于三加二等于五 sono di italiano 三加二等于五吗 sei di italiano OK 我们偷换一个概念 这么来理解 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那么回到籍贯的表达上 刚才我们讲过了 我是中国人 直接说sono chinesi 我是上海人 我说 i o sono di shangai 用上海这个城市 d后面的城市 修饰d前面的代词 i o sono di shangai 这个时候 我是北京人 sono di beki no 是等式 好比三加二等于五 beki no 画线部分提问 问成 d dove sei 是方程 好比三加x等于五 接下来 按照这样的 画线部分提问 用特殊议问词 问出来一个特殊议问句 按照这样的思路 我们再学习一种 类似的表达 还是那句话 我是中国人 sono chinesi 当我把Chinese 画线部分提问 怎么样才能够确保 回答的人 回答的是国籍呢 我说 我是中国人 sono chinesi Chinese 画线部分提问 怎么样才能保证 对方回答的是 sono chinesi 你怎么把它问出来 万一人家回答的是 sono di beki no 怎么办 你把Chinese 画线部分提问问成 他很有可能回答的是 我是罗马人 我是北京人 那么怎么样 确保回答的人 回答的还是国籍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 Chinese 替换成为 ke nacionalita 用ke 这个特殊议问词 问什么 加上国籍 nacionalita 问什么国籍 然后如法炮制 将特殊议问词 连着前面的借词 一起提前 写成 dicke nacionalita say 你是哪个国籍的 你是哪个国家的人 当你这么问的时候 回答的人 就肯定不会回答城市 一定回答了什么 国家 i yo sono chinesi dicke nacionalita say i yo sono Italiano OK 问国籍 一定是回答国家 这句话 dicke nacionalita say sono Chinese 以此类推 第三种例句 还是一样 我们先看陈述句 也就先看等式 questo jesso e bianco questo jesso e bianco 这支粉笔 是白色的 这个时候 bianco 是一个形容词 就是gesso 迅速搭配 questo jesso e bianco 如法 炮制 将bianco 化线部分提问 将 以之 变成 未知 问出来 用特殊 疑问词 替换 将 che colore che colore 什么颜色 替换到 bianco的位置上 再将 diche colore 提前 写成一句 特殊 疑问句 这支粉笔 是白色的 questo jesso e bianco 这支粉笔 是什么颜色的 diche colore e questo jesso diche colore e questo jesso 再比如 这朵花 是黄色的 questo fior e giano 这个时候 把jalo 画线部分提问 道理一样 用 diche colore e questo fior 这朵花 是什么颜色的 diche colore e questo fior 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 意大利语和英语的表达 出现了不同 英语中问 这是什么颜色的 问的是 what color is this 意大利语中 说的是 diche colore e questo 多了一个前置词 英语的表达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是存在奇异的 问 what color is this 有可能是我 拿着调色盘 问你 这是什么颜色 这是绿色 这是红色 这是黄色 what color is this 第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 你可能是我拿着一本书 拿着一幅画 拿着一个手机 拿着什么东西 让我问 我说这手机是什么颜色的 英语中也是问 what color is this 但是其实 问的是 of what color is this 问的是这个手机 是什么颜色 的 两个不一样的意思 在英语中 都用同一种说法来问 都问成 what color is this 而意大利语中 问 这是什么颜色 拿着调色板 这种感觉 要说 what color is this what color is this 这是什么颜色 问 这本书 这幅画 这个手机 是什么颜色 的 意大利语中 要把前置词加上 变成 diccolore is this 比英语 要更加精确一些 OK 问颜色 diccolore is this 回答 questo e roso 红色 nero 黑色 bianco 白色 jalo 黄色 等等等等 下一种例句 同理可证 第四种例句 比如说 我是双子座 说星座 我是双子座 双子座 germeli 这个时候啊 意大利语中不能说 我是双子座 要说 我是双子座 的 同理可证 答案已经出来了 sono di germeli 用双子座 这个名词 来修饰 di 前面的 这个代词 i yo sono di germeli 我是双子座 的 用germeli 这个名词 来修饰 足语 我 i yo sono di germeli 当然 也存在着 这个 可能性 说 i yo sono germeli 比如说 我们看过 圣斗士 星史 他们在那边 先打白羊座 在完了之后 什么 黄金圣斗士 是吧 那个什么 金牛座 完了双子座 处女座 什么什么座 一关一关这么打 那出来那个人 他就说 他说 i yo sono germeli 我是双子座 这种情况下 是存在的 那如果说的是 我是什么星座的人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还是要把 di 给加上 问星座 di germeli 用 senio 标志 这个词 来问星座 di germeli 你是什么 星座的 i yo sono di germeli i yo sono di ariete i yo sono di gancro 等等等等 下一个例句 还是同理可证 物主形容词 questo e il duo libro questo e il duo libro 这是你的书 现在 画线部分提问 把 duo 画线部分提问 问谁的 这个时候 用特殊译问词 qui 谁 来问 diki 谁的 提到前面去 写成 diki e questo libro diki e questo libro 这本书 是谁的 回答 questo libro e mi yo 好 以上几个例句啊 我们一直在讲说 同理可证 如法 炮制 什么感觉呢 用d加上名词 体现所处关系的修饰 这个时候呢 请大家慢慢习惯 我们刚才讲过的 画线部分提问 等式 已知部分 用x来代替 变成方程 乘数据 已知部分 画线部分提问 用特殊疑问词来代替 通过这样子的反复 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通过画线部分 自己制造 一问一答 强化 对动词变位 以及句子的动词结构的理解 这样的练习 我们在今后 还会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加强 接下来 sr 还会在什么地方使用呢 在第六课 请大家自己回去 把第六课再放一遍 需要复习的话呢 看一看sr 在第六课中 如何表示时间 我们这里就不再复习了 sr 问时间 que hora sono 或者 que hora é 回答 sono le chingue 或者 e luna 如果有疑问 发现自己已经有点忘了 那么就回到第六课中 再来进行复习 最后 我们来看这么一句话 在上一课中啊 我们讲到 某地有某物 用sr 这个词组来表示 某地有某物 相当于英语中的 这个 there be 这个句型 比如说 我们家有五口人 我们家有五口人 你就可以说成 chi sono cinque persone chi sono cinque persone nella mia famiglia 在我家里 有五个人 chi sono cinque persone nella mia famiglia 可以用sr 这个词组 相当于英语的 there be 来表示 某地有某物 接下来 我们要介绍一个 很有意大利 语特点的 这么一个表述 叫做 in guan di siete in guan di siete 字面意思 是你们是在多少个里头 quan do 问数量 往往是负数 因为问数量 答的话 往往都是从二开始打起 那么这个时候的quan do 作为特殊一文词的时候 往往是作为负数出现 in guan di siete 你们是在多少个里头 这个时候的问 实际上也是在问 你们有多少人 什么意思呢 这里我举几个情景 大家来体会一下 中文中模糊表达 意大利语中精确表达 第一个场景 有人问老师 有人问老师 说潘老师 你们班有多少人 这个时候我的回答 我说我们班有18个人 现在请问 当老师回答 我们班有18个人的时候 是否包括老师自己呢 当然是不包括的 场景二 有人问班长 说班长 你们班有多少人 班长回答 我们班有18个人 这个时候 这18个人里头 是否包括班长本人呢 当然是包括的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第一种情况下 问老师有多少人 老师说班上有18个人 不包括自己 问班长 班长说班上有18个人 这个时候他自己 就是十八分之一 是包括他自己的 这就所谓的中文的表达 是相对来讲 比较模糊的 分不清 到底是哪种情况 都是问你们有多少人 但是 在意大利语中 是可以分清楚的 在意大利语中 用 自面意思 你们是在几个人里头 回答 即使回答的人是单数 也用复数回答 回答 自面意思 是我们是在五个人里头 因为这个个体 回答问题的时候 用的是第一人称复数 我们是在五个人里头 换句话说 我们家有五个人 Siamo in 5 Nella Mia Familia 的意思是 我自己就是那五分之一 因为我用的动词 是Noi siamo 我们是在五个人里头 换句话说 如果有人问我 问老师 说潘老师 你们班有几个人 这个时候老师的回答 应该是 Ci sono vendi studenti Nella classe Ci sono vendi studenti Nella classe 班上有二十个学生 自然 不包括我自己 问班长 说班长 你们班几个人 班长回答 Siamo in vendi Siamo in vendi 回答 虽然是我自己回答 但是我用的动词 是我们是在二十个人里头 也就是说 这句话的意思 实际上是 我们班有二十个人 括号 包括我自己 在意大利语中 用 in guandisiete 问你们有多少人 回答 Siamo in 加数字 表示 我们有多少人 由于动词的选择 用的是 低人称 负数 这个时候 回答的人本身 就是 N分之一 你们家 有多少人 in guandisiete ne la vostra familia in guandisiete ne la vostra familia 你们是 在多少人里头 这是字面意思 实际上就是 你们家 有多少人 回答 Siamo in cinque 我就是 五分之一 你们班 有多少人 in guandisiete ne la vostra clase Siamo 包括我自己 Siamo in vendi ne la nostra clase 我们班 包括我 我们是 在二十个人里头 我们班 有二十个人 在意大利语中 这两种情况 分得非常清楚 通过动词 忘之记名 看得非常清楚 问老师 问班长 中文中 用同一个问句来问 实际上 情况是不一样的 在意大利语中 情况不一样 我动词的选择 就已经不一样 包括 答题者 本人在内的 这个时候 我们就用 字面意思 你们是 在多少 里头来问 问 你们有多少人 用 in guandisiete 回答 Siamo in 然后再加上数字 表示 我们是 包括我自己 多少人 通过这个例子 请大家 及时地复习 某地有某物 SRCH 怎么说 和我们是 多少人 包括答题者 自己 怎么说 把这样的句情 反复进行练习 看一看 到目前为止 我们将 SR这个系动词 学到现在为止 你会说哪些 进行自我介绍的句子 我是哪里人 我是中国人 我是北京人 我是什么星座的 这是什么颜色的 我们家有几口人 我们班 有几口人 等等等等 这样的句型 你会说了吗 好 关于SR的基本用法 我们分两课 就讲到这里 请大家 及时做练习 及时巩固 数学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